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各位好 我是郑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主持人 韩兴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属于你的 永远都在 刷微博的时候 看到这么一句话 很多付出 可能永远都没有回报 但依旧乐意全情付出 是为了给自己内心 一个交代 很多时候 我们之所以会为一个人 一件事拼尽全力 不过是想为自己的余生 求一份不后悔 因为知道 很多情意 之所以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慢慢变淡 常常是因为 缺少一位 为这份情 努力的人 因为心里明白 不管是爱情 友情 还是亲情 一旦不用心经营 就会有 形同末路的可能 于是 用力珍惜 只是 人字的结构 本来就是 相互支撑 一段感情的 长久维系 需要 两个人的努力 你主动 他不主动 或者 你不主动 他也不主动 这样的关系 注定 无法长久 即使 他不想珍惜 这份情意 就再也没有 用力为袭的意义 离开 或许 对对方 都是一种解脱 属于你的 永远都在 不是你的 强留 也留不住 时间烦恼 千千万 唯独情感 最心烦 这里的情感 不仅仅是至爱情 更包括 亲情 友情 而心烦的根源 主要 有以下两种 人生的很多遗憾 都是因为 自己不够努力 不够坚持 然后为了心安 告诉自己 一切都是命运 等到有天会想起 再暗自悔恨 要是当时 再努力一点点就好了 可惜 没有如果 人生的很多痛苦 都是因为 爱得太极端 倔强地把 不爱自己的人 当成是 此生唯一 以为坚持 就会被感动 以为真心 可以换真心 最后才发现 你终究 还是换不醒 一位 装睡的人 其实 如果你早点认清 自己在别人心中 并没有那么重要 如果你早点意识到 地球少了谁 都在一样转动 而你的人生 也不是非得有谁 陪你精力不可 那么 你就会快乐很多 属于你的 永远都在 即使 远在天边 不属于你的 永远无法契及 即使 近在咫尺 忘记什么时候 看到的一句话 送给你 沧海桑田 世事变迁 人是会变的 常常守得住 一个不变的承诺 却很难守住 一颗 善变的心 就像 庄心言 在 走着走着就散里 唱的那样 有些人 走着走着就散了 有些事 看着看着就淡了 有多少 无人能懂得不快乐 就有多少 无能为力的不舍 人生 怎么可能事事圆满 终究 会有遗憾 有些东西 错过了 就是一辈子 有些人 一旦错过 就不再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怀着一颗 感恩的心 从容地过好 眼前的每一天 对你好的人 用力珍惜 不在乎你的人 绝不强留 属于你的 永远都在 不是你的 强求不来 这就是今天分享给各位的文章 如果你喜欢它 请为它点赞 如果有话要讲 欢迎大家 在文末留言 何其幸运遇到你 祝各位晚安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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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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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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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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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